台湾因为双北进入了三级 那么接下来看到的是封城 当然还没有封城 因此使得全民 在抗疫的心情上面都不同以往 大家觉得那么打疫苗 尽快的有疫苗可打 或许是当务之急 我们的友邦宏都拉斯呢 他有975万的人口 而这个里面一开始 他只获得世卫组织提拨分配的 疫苗数非常的有限 资料显示大概只有19万份 那么因此宏都拉斯急着寻找疫苗 那么疫苗严重不足 5000多人死亡 确诊超过20万 这时候他找上了中国 那么如果他到中国设了商务办事处 那么中国将可以提拨给宏都拉斯的疫苗 超过了300万 而事实上中国呢 所供应科兴以及其他 中国国产疫苗的国家 在全世界已经有160个 在美国的眼里立刻划出战线 说是这个包裹疫苗外交 那么认为对中国不耻 而台湾也站上了跟美国同一边的战线 谴责北京是用疫苗换取政治利益的手段 究竟宏都拉斯的内部实情是什么 一起来了解 位于中美洲的宏都拉斯 迫切需要新冠疫苗 15号获得最新一批4万剂的俄国 史普尼克5号援助 13号则是在七名市长联合请求后 邻国萨尔瓦多送暖34000剂的阿斯利康疫苗 宏都拉斯拥有约975万人口 却只透过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疫苗保障机制COVAX 接收将近19万剂 并使用了约7万剂 资源和接种进度都堪忧 洪都拉斯是台湾的邦交国 看到萨尔瓦多和中国大陆建交后 三月份拿到200多万剂科兴疫苗 希望透过中国大陆 其他在中南美洲的邦交国也取得疫苗 甚至不排除按照北京的建议 设立中国大陆商务办事处 加强外交连结 疫苗的吸引力难以抗拒 洪都拉斯也有意在有生产疫苗的印度 设立商务办事处 台湾则强调双方关系稳固 并谴责中国大陆透过疫苗换取政治利益 对疫苗的需求也成为中美两大阵营的拉锯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接受路透社访问时 以不点名的方式指责有些国家把疫苗包装成外交筹码 正当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获得急需的疫苗的时候 上亿剂的疫苗正在闲置在美国的仓库里 中国大陆则反击 美国在疫苗分配上仍然坚守美国优先 还限制疫苗原物料的出口 批评美国表里不一 这让人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 猪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中国大陆也质疑美国对全球疫苗援助的贡献 美中的隔空口水战又开辟了新战线 不过疫苗的严重不拘是事实 WHO呼吁这些复国考虑先捐赠疫苗给Covac来弥补印度 因为疫情恶化限制疫苗出口的不足 即使Covac目前已经分发了6000万剂疫苗 没有大国的慷慨解囊 要达成原先的供应目标岌岌可危 TBBS新闻综合报道